35週孕婦褲子濕掛急診 遭醫訓浪費醫療資源 迎接第一胎的喜悅 對每個新生媽媽來說是如履薄冰 當然對27歲家住屏東的林小姐也不例外 她在爆料公社PO文 她遇到醫師訓話對待 已懷孕35週的她遇產期是夏月中旬 然而這星期日早上7點多 坐在椅子上突然發現褲子都濕掉了 然後第一胎就會比較擔心說 是不是疑似破損 先前都是開50分鐘車程到高雄長庚做殘檢 當天事發緊急 家人將她送到附近的地區醫院保健醫院掛急診 護士檢視後確認已開兩公分 檢查完告訴她 涼水沒有破 接近生產的時候分泌物有時候會比較多 但一名造訓醫師來了連看診都沒 她連看我公說的單子的資料都沒有 她就是站遠遠的 你來這裡幹嘛你都很正常啊 還說她浪費醫療資源 她整個心情不好氣到回家 連護理師都看不下去 她拿意見表給我說 那我就幫你勾這個 醫生態度顧家這個囉 事件鬧大後 院方發聲明搞道歉 如果對立腺血造成一些不舒服 那我們也在這邊之前 醫療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想確實在我們的醫師的應對上 可能不是那麼的親切 因為我們應該要多有同理心 醫師的應答上 我們會再繼續的加強 院方雖然有道歉 但林小姐已經不想再回保健看診 今天下午她到長根做完產檢 院方跟她說 有問題隨時可以入院待產 讓她安心多了 地方中心屏東報導 修理家 進來 頂七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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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